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我是李医生 胡萝卜富含糖类 灰花油 胡萝卜素 维生素A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花青素 钙 铁 等营养成分 素有小人生之称 在寒冷的冬天里 用胡萝卜 冻粥 是一种非常营养 健康的吃法 李医生 给大家推荐一道 冬季养生自补粥 小米胡萝卜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小米胡萝卜粥的做法 首先是材料 准备适量的小米 还有一根胡萝卜 具体做法如下 将胡萝卜去皮洗干净 切成小块 备用 然后将小米洗干净 放入清水当中 再加入胡萝卜 一起放入锅中 大火煮开 转小火 继续煮 等到胡萝卜煮烂 既可以使用 很简单 小米胡萝卜做的功效呢 我们来看 这个小米和胡萝卜 是天生的一对 小米当中 富含大量维生素 和蛋白质 等等这些成分 它的营养价值呢 比大米还要高 具两十只手 小米胡萝卜中呢 具有养胃 软胃 健脾胃的作用 每天晚上喝上一碗呢 胃口越来越好 滋补您的身体 而且呢 还能够调理您的身体 对一些身体需要的人呢 不妨尝试一下 其次呢 这个胡萝卜 有小人生的美誉 它的营养价值呢 比白萝卜还要高 能够起到呢 补充益气 养胜补胜的作用 还可以呢 调理您的气色 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 让您的气色 越来越红润 而且还能够帮助改善睡眠 我们的失眠好了 养心 安神 让我们的睡眠质量 得到提高 每天晚上喝上一碗呢 夜里越睡越香 另外呢 除了上述的功效之外 胡萝卜当中呢 还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 它能够作用于人体的眼睛 缓解呢 眼部的疲劳 让您的双眼 明亮 视力越来越好 而且呢 还能够起到美容养颜 抵抗几乎衰老的作用 男女老少都适合喝 提高我们的身体抵抗力 胜过呢 很多的保健品 所以呢 朋友们 不妨试试 每天睡前一小时 喝上一碗 让身体 更加的健康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生 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做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